站在大樓外 雙方僵持不下 靠警方維持秩序 高雄中華四路這棟大樓 停水三天 因為關線射在地下室 但是樓梯的門被上鎖 爆發使用全糾紛 吵到口乾舌燥互不相讓 最慘的還是大樓 粗估將近百位居民 無水可用 只能像這樣提水桶 下樓裝自然水加減用 這棟大樓最大問題 出在地下室的使用權 記者實際來看 通往地下室 唯一入口就是外面的這扇門 地下室原本不只一道樓梯 誰拆除成為羅生門 尷尬的是目前通往地下室 唯一的梯子莊先生所有 建管處表示多年來持續協助雙方溝通 目前地下室產權三分之一 屬於莊先生三分之二歸全體住戶 使用權喬不攏 三天三夜沒水用 住戶只想知道還要多久才能正常生活 三連新聞張哲如慧山也三軍小組高雄不到 中西地方 中西地方 四十年 三